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思考诸书专题的第一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什么是思考诸书 就是它一个定义 包括思考诸书的一个分类啊 就是它怎么划分的 第三呢就是 思考诸书它形成一个原因啊 它怎么样才形成的一个思考诸书 以下呢是咱们本次课程的一个目录 接下来呢咱们主要是从以下这五个方面呢 进行展开 那么首先看第一 就是思考诸书它具体一些定义啊 以及它锁定的一些危害 第二呢是思考诸书它常见的一些分类划分 怎么划分的 第三呢是思考诸书 就是形成的一个原因啊 如何形成 就是它形成一个原因 第四呢是思考诸书常见的一个过程 最后一个呢就是思考诸书 它在这个渗透测试过程中啊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里呢咱们先看第一 什么是思考诸书呢 然后我在这里呢 就是根据我啊 一些多年的经验 然后呢我把把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呢 给总结了出来 然后这里呢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所谓的这个思考诸书呢 其实就是利用啊 现有应用程序一些特性 攻击者呢通过在web表单 UIL等用户可以输入数据的地方 然后插入恶意的这个思考语句 一并原有的这个思考语句呢 去代库执行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可成为一个 思考诸书的一个过程 那么思考诸书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它其实就是说啊 就是就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就是前端的一个应用程序 和这个后端数据库 中间的一个接口啊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这就是它 思考诸书的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思考诸书的一个危害 那么思考诸书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当然我在这里列举的 这个危害呢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不局限于此啊 那么第一个就是肯定 数据库它敏感情形 它肯定会泄露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网页 它有可能被篡改 被挂码啊 就通过这个思考诸书 第三呢就是说 攻击者呢 他可以通过这个思考诸书漏洞呢 比如说去操作一些这个 你敏感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增加了一个管理员 增加了一个系统管理员 或者我删除了你一个系统管理员 或者就是我增加了一些 其他的敏感信息 比如我增加了一个新的新闻 等等一些 那么最后一个呢 也是比较严重的啊 就是说攻击者 他可以通过这个思考诸书漏洞呢 去远程的啊 去获取你服务器的一些传线 并且呢 把你这个服务器啊 进行一个远程的控制 同时可以安装一些后门之类的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 这个危害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思考诸书啊 他一个定义 即锁定的一些危害 第三呢就是咱们思考诸书 他常见的一些分类 那么我在这里呢 主要是把它呢 画为这个两大类了 我第一是按照他的一个数据类型 去划分的 另外一个呢 是按照这个页面返回的结果去划分 那么按照数据类型的话 这里主要是两大类 第一呢就是一个数字型 比如按的1.1 按的1.2这样的 那么字符型呢 就是把那个1啊当成一个字符啊 来来这个对待 比如说按的啊 分这个分号1分号啊 这样的 那么这是按照数据类型 划分 第二呢是按照页面返回的结果 返回结果的话 同样也是两种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显错一个注入 显错注入啊 顾名思义 就是他把一些这个成就数据库的一些错误信息呢 显示到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那么忙住呢 那不安逸遇了 那肯定就是他这些错误的信息 哎 没有显回显示到这个你当前的页面当中啊 那么这是他两种的主要的划分 那么第四呢 就是咱们搜入注入 他形成了一个原因了 那么搜入注入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然后我在这里呢 然后把它主要是两种啊 就这个 情况啊 最多的这种两种情况呢 然后给列举了出来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他这个数据和程序代码 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离啊 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搜入注入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用户他提交的这个参数啊 就提交的数据呢 啊 这个程序并没有啊 做一些充分的检查或者过滤 然后就直接把这些语句呢 啊 带到这个思考命令当中了啊 从而改变了咱们原有的这个思考命令的一个语意 且被啊这个输入库成功的执行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就啊导致了咱们这个搜入注入 他产生了 这是以上的这个两个主要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搜入注入 他常见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搜入注入 他到底是啊 怎么样一个这个流程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的啊 去这个通过这个线路图啊 给大家让大家呢 更加的去了解 掌握啊 那么第一呢 就是他肯定是从客户端出发的啊 就肯定客户端出发 那么这里呢 就有一个用户 是吧 比如他请求了一个URL 那么对于里面有个参数值 那么这个参数值呢 就此时的这个用户呢 把这个参数值进行一个修改 然后呢 他就发送了这个请求 而此时服务端呢 他由于这个没有 对这个用户数据啊 进行一个这个合理的校验检查 然后呢 直接把用户输入的语句呢 带到这个色谷命令当中了 那么此时呢 这个色谷命令 他就不适应原有的 这个色谷命令语义了啊 已经被改变了 那么此时这个服务端呢 他就会发送到这个输入口引擎 那么输入口引擎呢 他本身没有对这个色谷语句啊 进行一个判别的 只要你这边给我发啥 我就去执行啥 那么呢 执行后 那么他肯定是修改后的一个色谷命令嘛 此时执行完之后呢 他再返回给这个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呢 他就会将注入的结果 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客户端 哎 此时他就会非常高兴了 因为他已经得知到了 他这个想的一些这个结果 那么他根据他上一次的这个注入 获取的一些这个敏感信息呢 去继续构造 这个注入语句 从而呢 进一步的啊 去注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信息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一个搜入注入 他常见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相信大家呢 一定要去这个在课后啊 一定要去这个学习 然后呢 实践 肯定要去明白这个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咱们搜注入 在这个生存过程中的一个作用 那么他都哪个作用呢 然后我在这里主要是把他常见的 一些这个作用给大家的 然后这个描述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他可以绕过登录验证 那么这个绕过登录验证呢 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比如说我拿到一个这个网站的后台 我可以使用这个万能密码啊 去登录后台啊 我就不需要你账号密码 我万能密码 万能密码 对吧 那就是绕过登录一个验证 其实他肯定是注入的一种嘛 一种方式 第二种呢 就是他获取啊 敏感数据 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搜入注入 我可以获取你网站管理员的账号 密码等等 一些其他的敏感信息 这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文件系统一个操作 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搜入注入 漏洞 我去列你这个网站的目录啊 读取或写入一些这个敏感文件 比如我可以读取一些 你系统的一些敏感文件 或者写入一些这个webshare等等 第四呢 就是注册表操作 就是我通过搜入注入 我去读取啊 写入删除你注册表 注册表里边的一些敏感 一些这个数据 最后呢 他就是这个 当你搜入注入这个权限啊 就是你当前这个权限 收入用户权限是足够大的时候 比如是系统管理员的时候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啊 这个执行系统命令 就我远程直 执行这个系统命令 比如我那他就下一个账号啊 或者我开启389啊 之类的 好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咱们一个客户的习题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希望这个各位学员呢 然后在课下 就是说从互联网上 就两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从互联网上 比如像这个乌云啊 这个漏洞报平台 或者像乌云里边有一个wiki啊 等等一些 去上面呢 搜集一些不同类型的 搜集案例 那么搜集完成之后干嘛呀 你就对搜集来 这个不同类型的搜集案例呢 进行个分析 你看一下他 这个注入啊 都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些注入 是显错注入呢 还是忙住 还是基于一些时间的一些忙住 等等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的一些具体内容了 到这里呢 咱们课程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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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